雞翅靠近骨頭處還殘有血水 上方的肌肉更是呈現半透明狀態 牛排可以吃半熟 但肌肉可不行 黃小姐就是因為把這疑似 沒熟的肌肉吃下肚 身體出現嚴重不適 我吞下去我才看到 哇 肌肉是生的 後來到三點多 我就吐了一場 整個吐到須多 快沒辦法走路 時間回到六月三十號 黃小姐到桃雲一處美式連鎖賣場 回購常買的雞翅 但吃到一半卻驚覺肌肉疑似沒熟 當天下午就出現腹痛症狀 借著變本加厲 嘔吐到近乎虛脫 乾淨向業者反映 索性晚上症狀緩解 但擔心其他人遇到相同問題 上網提醒大家留意 站在消費者的權益上 你買熟食你就是要熟 沒有什麼讓消費者 還要回去加熱的這種道理 這種狀況如果說層出不窮的話 那我覺得他們這部分 要稍微有一點警覺 實際買回同款商品 整袋雞翅溫度就像剛出爐 隨機挑選一塊 也是全熟狀態 業者對於真意回應 雖然根據照片 無法確認商品實際狀況 但熟食部商品出爐都有SOP 是經過測溫確認才會包裝 幸好事後黃小姐沒有更嚴重 而事發隔天賣場也致電關心 並承諾賠償醫療費用 不過近日時案問題截二連三 使得安全更被民眾放大檢視 華視新聞楊超成龍轉桃園報導 哈囉我是萊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